大家好,我是追影人,现在机会我们的全荒铃尔风云再起207版的实况解说,这一场还是由占天成对战无双 啊,无双也是占天成一个很强的敌手 下巴青腿跳中腿,哎,前线中腿JBC 现在生龙前阳七十五十凯升空 最后一个大蛇蹄烧了过去 生龙再起大蛇蹄 这个打法好像十四,好像十四里面草屁打法啊 下面是我们进入到第二场 第二场看无双的克里斯 看克里斯能否撑住 这一个草屁的狂烧 占天成是使出的绝活了这一把 使出全力了 哎,下巴青脚,青脚JBC 但是没有连上 现在被克里斯直接裸了个大 哎,下巴青腿中腿带操 下巴两点跳在地,下巴两点JBC 哎呀,占天成没能撑住这个连续的虚晃 还是中招了 哎,来看他的草屁现在发起了反攻 下巴青腿,哎,BC 下巴青腿点上 但是已经连不上了,已经晚了 我们来看克里斯跳中腿逆向 逆向过后又把草屁压坏了板边 占天成的草屁现在也是非常焦急啊 哎,很少碰到这么强的对手 哎,花不在压 但仍然被跳腿打中 下注踢一下 反身位一抓 抓到板边跳出腿逆向 反身位再掏 哎,草屁已经只剩一滴血了 即便是耗时间 草屁也输定了 下面来到第二场 第三场 占天成第二个角色 看他的安迪 这个安迪也可谓是他的一绝啊 只要是被打击头连中 那就是一套疯狂的连断过去了 哎,占颖拳 占颖拳打到 安迪继续向前推进 后后过来闪身一下 哎呀,前些中腿走一波 走到之后继续跳中腿进攻 进攻之后滑步闪现 到反身位之后 克里斯滑步又连上了 双方均有失误 都很紧张的感觉 这个气氛 哎,并没有 并不能轻松的打这场比赛了 克里斯重手一套 反身位没有挑到 安迪也是很难抓到一个切房的机会 哎,但是还是被抓到 只剩一点时间了 克里斯好像这一次希望不大 哎,就在这时 克里斯突然来了个隐藏 变身这个李克里斯 如果刚才推一个超比的话 我想应该就赢了 这变这个李克里斯有点搞笑了 下面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来看无双的金家帆 看他这个金家帆能否成功取胜 哎,下不良点接BC BC过后反身位再逃一脚 踢开破顿房 选风腿 哎,这间一个飞烟斩还没有连起来 他就死了 下面来到了第五场 看镇天成最后一个角色 很少见镇天成打得这么吃力 哎,小条进攻 挑一顶像 继续跳A 连续压制嘴到板边 看玛丽有没有办法破防 好,看来还是很 还是不够强势了这一次 金家帆这个暴起状态 好像也需要再暴一下了 哎,跳A在打 但是还是被闪 空中一个跳3D 飞燕者打空 玛丽反身位 掏起一个滑布 滑布接BC BC再接滑布 最后来一个超B 顶一发 超级稳定的连段又过去了 哎,21连过后 玛丽继续向前推进 金家帆已经不行了 大家请问底下关注在平凌区里 现在神回复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